国家跳水队传出性侵案为我国体坛投下震撼弹 一名中国籍教练竟然向年轻的女选手伸出魔爪 吉隆坡总警长拿督阿玛辛证实 性侵案是在今年9月26号发生在五级家里的国家体育馆范围内 但警方无法透露受害者的身份 警方是在星期天接获受害者父母的投报后 在昨天下午12点半前往大城堡的国家体育理事会大厦 逮捕35岁的嫌犯归案 嫌犯是一名已婚的中国籍男子 在国家跳水队担任教练 持有大马永主居留证 大马业余游泳协会证实了这项消息 消息指出 也是前任奥运选手的嫌犯 是在2012年加入我国跳水国家队担任教练 也参与过第29届冬运会中的 我们是冠军备战计划 受害者则是一名年轻的跳水队选手 但他并没有出征在两个月前举行的冬运会 目前警方只接获一宗投报 吉隆坡警察总部性罪案 虐童及家暴调查组将负责调查此案 嫌犯已经在强奸罪名下 被延后五天协助调查 NTV7综合报道